丙六 禅定功德 那么在初世间的修学法要当中有八个法门 那么佛陀在修学的次第是由粗而细 前面的不疲倦跟不忘恋是比较粗的 比较粗浅 那么这一下子禅定乃至于智慧 他的心的活动是比较伪戏的 那么首先我们解释禅定的体系 什么叫禅定呢 就是以善言心 心一尽性 那么禅定的功德要记住两个相貌 第一个是以善言心 那么在我们的专注的过程当中呢 他必须是要以无贪 无称 无吃 那么这种善心来相应 也就是说呢 假设我们是跟贪称之相应 虽然我们在专注 但是这样的专注呢 只不能按理做禅定 这个禅定呢 必须要跟善法相应 第一个标准 第二个呢 必须要心一尽性 就是说我们虽然修学善法 但是心是安住在一种攀岩的状态 那么这个也不能叫禅定 他必须是专一的安住在一个单一的所言进 前一念是佛号 下一念也是佛号 第三念也是佛号 他必须要心一尽性 只能够在一个单一的所言进安住 当我们的心当中是以善法的心 那么在一个所言进上 专一相续的安住 那么这样子呢 就安立做禅定的提醒 那么在禅定的经文当中呢 佛陀有两段的开示 先看第一段 这段呢 是赞叹禅定的自信功德 他的本身 他的自知体性的功德 那么佛陀在讲到功德之前 先说明这个禅定的音像跟果像 那么在禅定的音地修学上呢 是要落色心的 这个色心呢 就是修学禅定的主要的方法 那么这个色心 简单的说呢 就是收射我们这一念的攀岩的心 那么收射攀岩心呢 在中国报大事的开示当中呢 有三个方法 第一个呢 就是善取所言进的相貌 那么圣人的无漏的心事跟凡夫的有漏的心事的差别啊 在于圣人的心事无助 他能够不在这些色心相会处法的境界安住 他能够以无助为助 所以圣人修学禅定来 就不一定有一个所言进 但是凡夫的心 他一定要有所助 所以我们在修学禅定的时候呢 你要先选择一个 你所要安住的一个所言进 那么这个所言进 必须是跟你的修学的目标要相应的 叫善取 你要善于截择你的所言进 那么赤德大师在讲法法嫌疑的时候呢 他讲到我们修学佛法的所言进 有三个主题 第一个是众生法界 那么众生法界呢 就是以我们凡夫的这个杂染的五蕴 色受想行事当作我们修习禅观的一个所言进 那么一般的南传的佛教呢 那么在修习这个南传的子观呢 欢喜用五蕴的身心为所言进 特别是在五蕴当中呢 特别喜欢用色蕴 那么在色蕴当中呢 以呼吸 这个息 出入息为所言进 当然我们以这个五蕴的身心为所言进 他的一个智慧偏重在一种 出离的 喝着的 以出离五蕴身心为一个残观的内涵 所以这个地方呢 在其所言进的时候呢 我们第一个考虑呢 以凡夫的杂染的所言进 杂染的身心为所言进 第二个呢 当然是佛法界 那么以诸佛菩萨的清净功德的这种功德呢 当所言进 那么这种大部分都是在密宗 净土宗 那么修协这种本尊相应 那么强调环夫跟诸佛菩萨的感应道教 比如说你今天要跟阿弥陀感应道教 那么你当然要意念弥陀的圣号 持他的本尊咒 持往生咒 那么观想弥陀的圣号 圣像等等 那么第二个所言进是以佛法界为所言进 以你的本尊的名号 功德向好为所言进 那么依止这样的一个观修呢 跟你的本尊感应道教 那么当然这个心情就是一种赞叹的 皈依的心情 跟前面呢 以众生法界的心情 是以业务的 喝酒的有所不同 那么智德大师认为说呢 不管是众生法界 佛法界的所言进 都是一种有相性 那么一种是杂染的相 一种是亲近的相 那么这种是一种有对待的 有相的所言进 那么智德大师说呢 第三个所言进 是以凡夫的现前一念心性为所言进 观照现前一念心性 既空既脚既重 观察现前一念心性的真如理性 那么这种的所观进呢 智德大师说是无相性 它所观戴的是一种真理 离诸分别的 离诸对待的一个真正 那么当然天台宗 唯士宗 禅宗 他们在修习禅观啊 就是喜欢以这个观心法 来当到所言进 总之我们在修学禅定啊 在收色身心呢 第一个 你要选择一个你相应的所言进 第二个 心里所言 专一安住 那么你要在所言进当中呢 培养你的专注力 就是强迫你这一念 拍你的心啊 安住在你的所言的境界上 不能念 要他念 不能钻 要他钻 就是培养你这种专注力 第三个呢 心里所言 相续安住 前面的专注力 是一种深善 这个相续力是破恶 就是你在专注的过程当中 会有障碍 这个障碍呢 在修禅定的两个障碍 一个是分层 一个是调主 那么你应该能够善加对峙 使令这个专注的力量 能够离开障碍 相续的运转下去 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 修禅禅定的音项 有三个主题 善其所言尽得相貌 心里所言专利安住 心里所言相续安住 那么透过这三个法门的 收射内心呢 这个时候呢 就会产生一种功德 心者在定 这个时候我们的内心啊 从前面的散乱的攀岩心啊 就变成一种心以尽性 那么心以尽性呢 有三种的功德来加以判断 第一个呢 是明了 那么成就禅定的心性呢 它有一个很殊胜的明了性 它不会像我们凡夫啊 是一种昏昧的状态 第二个 它有殊胜的极境 它没有这种 凡夫的散乱的脑洞相 它是极境 第三个是有安乐相 它有殊胜的三昧乐 所以说呢 这个禅定的三种功德 明、敬、乐 那么这个是禅定的果相 那么我们透过前面的收射内心啊 而成就禅定 那么为什么修学禅定呢 佛陀讲出一个理由啦 心在定雇人之世间生命法相 那么透过禅定的修学啊 我们就能够如实的了知 有论而语 我们看到这个 月亮有这个晕啊 我们知道明天要起风了 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木头有这个湿润啊 我们知道明天要下雨了 那么世间上的 极凶或伏的出现 异乎如实都有症状 那么一个人内心要能够激进啊 他就能够看出这些 将要出现的症状 所以佛法对这个禅定啊 就是说我们不一定要把禅定啊 按例做事怪力乱扯 好像很神秘 就是你经常能够射心啊 把这个扰动的粗糙的心啊 透过你的专注力相续力的收射啊 你的心静下来 那内心的激进 你就会知道一些消息 可能会知道你自己 有些什么事情 或别人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么这种都是一种 很正常的状态 因为你的心激进 所以你就会看出一些 事情将要出现的征兆 这个就是禅定的一个主要的功德 心在定雇人之世间生命法相 那么事故如等常当精进于休息注定 所以佛陀欠免我们啊 应该要休息禅定 这个地方 当然这个不是我们休息禅定的主要功德 那么第二段才是 第二段来是说明禅定的真善功德 前面是禅定的自信功德 这个地方是说禅定的重点 是要成就一种佛法的真善 那么看经文 若得定者心者不善 譬如洗水之家 善至吉堂 勤者一额 为智慧水库 善修禅定 念不漏施 使命为定 那么一个人内心当中 按住在禅定的 他的心就不会散乱 他内心当中是一个明了极净 极净明了的状态 那么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 譬如洗水之家 善至提堂 那么这个水 有洗除污垢的功能 那么我们想要把这个水啊 把它保存起来啊 你必须要善至提堂 这个提堂呢 就是四边有墙壁的蓄水池 这个蓄水池啊 你这个水才能够慢慢的累积起来 行者一额为智慧水库善修禅定 命不漏施 那么我们想要成就这个无漏的智慧水 来洗除我们内心的烦恼跟罪悦的污垢啊 这个道理也是这样 你必须要修学这个禅定的专注 透过专注的力量 才能够去提升你更高深 更为殊胜的智慧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修习禅定的主要理由 这个前面的禅定呢 是成就世间的福报了 就成就神通了 但是这个地方佛陀是说 那么把这个禅定的功德提升啊 它能够使用我们的智慧啊 能够开展我们的智慧 这个地方的善修禅定 这个善修禅定呢 欧益大师的注解啊 它提出了三个法要 来使用我们修学禅定 第一个呢 就是要成就安稳心 那么禅定呢 它必须在一种安稳的状态才能够修学 所以这个安稳呢 就包括要调身 调习 调心 就是你在修学禅定 要注意调和你的色身 由出而细 由细而出啊 都有一定的张稿 比如说你这个工作以后 到了佛堂 你不能马上去做的 你应该先拜佛啊 让你的身心的气血调和 然后拜完佛以后 进行 然后再入座 就是这个身体的活动啊 它必须有一定的 由出到细的次第 那么从禅定出来 也是一样 不能从禅定出来 马上去工作 必须要稍微走一走 缓了一下 再去工作 那么这个是调身 第二个调习 那么气息也是一样 由出到细 使令这个气息啊 缓慢和生长 那么这个是调习 第三个是调心 那么调和身心呢 使令它不落入调局 也不调入分层 那么这个高低的心啊 能够综合 那么这个就是成就一个安稳之心 这是我们一般的修学 整天的善法 不一定要求内心的安稳 你在一种非常散乱的状态 也可以修学善法 但是这个地方是出世间的功德啊 就是你应该要先调和你的身心 使令它安稳 第二个 修学这个希求之心 那么禅定的修学是 难得意识 很难很难成就 得到以后呢 很容易退世 所以呢 我们应该思维禅定的功德 使令自己对禅定 申请需求之心 就是你要思维啊 成就禅定了以后 你能够当下就有身心的安乐 这个这个 我们的异界的身心是出众 那么这个禅定了以后呢 能够破除这个出众性 让你的身心感到清安 清安的快乐 这就是一种功德 第二个呢 你透过禅定的修学啊 更重要的是你内心当中啊 产生一个强大的明了性 所有的法门啊 它再怎么殊胜 都是由这个心理操作的 心是能修 法是所修 你看这个观世音菩萨 在大悲咒的托罗尼经上说 观世音菩萨 十一次的大悲咒 能够从出地变成八地 我们大悲咒 死了很多遍 但是我们觉得 大悲咒好像 产生灭恶身上的功能 不是很大 这是为什么同样一个咒 它表现在观世音菩萨的内心 也这么大力 我们的内心的力量 那么薄弱 就是我们的心散乱 很可惜 虽然这个法宝的力量很大 但是我们 这个散乱的心 跟法宝接触的时候 那个功德 开展不出来 那你要读读愣人心啊 那佛罗对愣人做的 赞叹 那是无以复加的 灭除所有的罪障 那个 世纵 世佛罗尼 八波罗尼的罪都能够灭 那我们每天成长给你做 其实我们这个心散乱 所以 你加强你的心的专注力啊 这件事情不可思议 你的心多一副的专注 你所有的心闻的功德 全部往前推一步 所有的功德都是这样 堪然性强 那个造业力强 所以 你今天在某一个法的用功 只是加持这个法 你加强你的专注力啊 是你所有的法门的一个 往前的一个进进 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专注力 对我们的重要 那么你要思维啊 禅定对你来说 能够加强你的堪忍性 第三个 你要思维生死的过患 那么产生恐惧去心 就是说 我今天要不专注啊 虽然阿弥陀佛的佛号 是无量光 无量寿 但是救不了我 那么救不了我的时候呢 我在三界流转啊 那么这样子呢 就有这个三恶道的过患 刀山游锅的过患 那么对流转甚至恐惧之心啊 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 专注的作用 这个 活在世的时候 有一个比丘 比丘出家一段时间以后啊 离开了生团去做猫棚 住了十二年 十二年呢 所有的法门都没有成就 那么佛陀的大悲心啊 就化作一个行脚比丘啊 来跟他共住 那么这一天呢 佛陀就跟这个 这个行脚比丘跟出猫棚比丘说啊 你不要老是在标房里面打坐 我带你去啊 大海那个地方啊 海边去打坐 佛陀就带着这个猫棚比丘去海边打坐 在坐的时候呢 突然间啊 跑出来一个乌龟 那乌龟在跑的时候呢 这个野干啊 就像狗一样 野干啊 就要吃这个乌龟的肉 那么乌龟看到野干以后呢 就赶快啊 把他的头 四只脚 一个尾巴就收进去 那么野干呢 在那个地方等了很久啊 看着乌龟都不跑出来 很生气就离开 佛陀这个时候就说 乌龟有护身之铠啊 野干不得其变 佛陀说啊 我们凡夫的众生 还比不上这只乌龟啊 因为乌龟一到状况的时候 他还知道把他的头 足 尾巴 收进去 那我们凡夫呢 无量节来呢 被魔王所控制 但是我们就是 还是要放纵我们的六根 所以魔王得其变 就是说啊 我们离命中的时候 明明是一个非常危急的状态 烦恼 罪业 我们无始绝所造的上当一旺的罪业 还有我们的阴听在主在这个时候 都想办法要障碍 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对佛号的专注还是不够 所以使令这个外谋内谋得其变 这就是我们啊 念佛法们会失败 就是说 阿弥陀佛我的圣号 祂的确是无量光无量寿 祂有足够的能力能够保护我 问题是我们这一念 能念的心啊 是不是能够专注 就是这个心能够都射六根 那么完全的一心归命 通身靠导的暗住在这个佛号 这是我们成办的关键 那么当然你说 他这个的灵命中 为什么能够专注呢 他平常就是要求自己专注 就是你平常啊 你这个六根啊 就经常能够定期的收射 到灵命中的时候 就容易收射 说是乌龟有护身之凯 也甘不得其变 佛陀就以这个乌龟 能够收射自己的这个六根啊 来勉励我们修行者 应该要所谓的要善修禅定 那么这个是讲到禅定的功德 再看 秉七 智慧功德 那么 首先我们解释这个智慧的体系 那么智慧呢 就是一度是离 能够善加抉择 对于有为的事项 跟无为的真理啊 能够善加抉择 善加的判断 观察 叫抉择 那么前面的不忘念呢 它也是一种智慧的观照 那么这个地方也是智慧的观照 有什么差别呢 前面的不忘念啊 这个正念啊 它的智慧是一个比较散乱 比较粗糟的一种文师的智慧 这个地方的智慧是跟前面的禅定相应的 是一种修慧 它有断货正正的力量 它这个智慧啊 是跟我们的一个专注力相应 它有调不繁荒 断除繁荒的力量 就是有这个粗细的差别 那么在这个智慧的开示当中呢 佛陀有三段的经文的开示 先看第一段的总标 如等比丘 若有智慧 则物贪凿 常智审查不利有失 事者一握法中 能得解脱 若不而则 既会道人 又会白衣 无所谜也 那么如等比丘 佛陀说呢 一个人啊 一个修学者啊 那么假设我们心中有这个光明的智慧的观照啊 那么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对于世间的武艺的境界啊 就能够不生贪凿 换句话说 一个人会贪凿啊 就是没有智慧了 那应该怎么样可以讲智慧呢 常智审查不利有失 经常能够如理的观察 那么这样子才能够使你这个念头啊 不落入一种颠倒错乱的状态 那么这个常智审查呢 在古德的注解当中呢 主要的智慧就是试念处 那么在这个智慧这一段呢 就是佛陀要我们啊 如何的培养智慧呢 就是常智审查 这个智慧啊 你不必向外追求 就观察你现前的五印身心 那么这个五印身心呢 等于是观察你的身受心法 有四个法是你的所观察的境界 那么深受心法 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来观察 一个是掖着我们所受用的果报 一个是掖着我们这个人分别的心思 那么从受用的果报来说呢 有两个 一个是射身 一个是感受 观察这两个东西 那么观察我们射身呢 是不亲近的 那么呢 这是我们这种亲近的颠倒 就是呢 我们在整个一正二报的贪求啊 虽然我们也贪求知据 贪求饮食 贪求财富 但是所有的贪求当中呢 对于正报的射身的贪求 是最为严重 那么当我们贪爱自己的射身 为之身倦 贪爱他人的射身 为之淫义 所以我们应该啊 尝制审查 怎么样审查呢 就是观察我们所贪爱的射身啊 他有内向的不见 跟外向的不见 说是种种不见物 充满以身内 常流出不止 出入入肉囊成分 这是我们所贪爱的射身啊 观察他的内部的结构啊 把这一个外面光鲜的表皮剥开来 把肉也剥开来啊 我们看到身体的内部啊 是种种不见物 还有种种的污秘的内脏 溶血死掉 我们的身体内部当中呢 找不到一个干净的东西 所以他内向是不清静的 而且呢 常流出不止 如入肉囊成分 那么他内向的不见 还是经常透过我们身体的眼睛嘴巴 大小便处啊 这九个孔啊 不断的白天晚上不断的流出来 就像是一个皮革 那么装满了大小便利 而这个皮革破了九个洞 那么白天晚上流出不进物的情况是一样 所以说我们贪爱我们治他的色身 其实这个是来自于我们一种颠倒 我们一直认为他是干净美妙的 这样的观念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常治审查 来修正我们这种错误颠倒的思想 原来这个色身的真实像是不清静的 那么对我们这种色身的贪爱啊 就能够善加消灭 第二个呢 是对于感受的贪爱 我们的贪爱有两种 一个是色身 一个是感受 那么我们这个明了的心事跟境界接触的时候 会出现一种受 就是拧难 这个受有三种 有苦受 热受 舍受 那么我们就是因为这个贪爱这种感受 就使命我们啊 创造很多很多的罪业 来保护这个感受 比如说 有些人喜欢吃榴莲 因为他的心啊 跟榴莲接触的时候会产生热受 其实他不是真正喜欢吃榴莲 他是喜欢那个热受 因为他榴莲要吃多了以后啊 产生业务了以后啊 榴莲给他的是一个痛苦的感受 他就不喜欢榴莲 有些人喜欢睡觉 其实他不是真正的在乎那个睡觉 而是他的心跟睡眠相应的时候 那个睡眠能够释放一个热受给他 他要的是那个热受 他希望那个热受不断的出现 所以我们对于摄身的摊案以后呢 要注意对感受的摊案 那么感受的摊案是 观受是苦 就是说 这个感受有三种感受 苦受热受舍受 这个痛苦的感受是痛苦的 因为他逼迫 这个我们容易理解 我们有病痛的时候 有逆境的时候 我们会感到一种逼迫的感受 这个是苦受 第二个是热受 这个热受是我们所贪爱的 但佛陀说 这个热受是不久注固 它会变化 就是这个常者生厌 这个感受不断的变化 就给我们感到一种不安全感 不安稳性 所以这个不安稳性本身就是痛苦 就是你没有安全感 所以这个热受是 它有无偿性 所以是苦 第三个是舍受 所以这个人他不是快乐 也不是痛苦 安住在不苦不乐 这个也是苦 为什么呢 信迁流布 因为它是流动扰动 相对涅槃来说呢 扰动就是苦 那么当然这个苦就维系了 那么我们观察我们所贪爱的感受 其实是没有快乐的感受 三界的感受都是痛苦 所以我们对于设身感受的贪爱是颠倒的 那么就透过观身不尽 观受事故啊 就申请一个出离之下 我们希望追求出世间的亲近法身 追求出世间的大乘法乐的感受 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 掖着我们所受用的果报来观察 第二个呢 掖着我们内心的分别来观察 那么观察这个观心无常观好无我 就是从这个无常无我的智慧来观察我们的五印身心啊 没有一个常依主宰的我 就是我们凡夫啊 一直认为这个果报体 不过这个果报体是个男人的果报体 是一个女人的果报体 我们一直认为这个果报的身心世界 有一个常依的我 小时候的我跟长大的我是一样的 今生的我跟来生的我完全一样 但是这个思想是错误的 因为这个五印是由我们内心的业力所变现 我们由于过去的五届十三的业力 而创造了今生一个人的设身的相貌 还有人的思想人的感受 当这个人的业力释放完毕以后 假设我们这个善业强得到一个转轮射网的五印 这个时候我们献出一个转轮射网 转轮射网的射身 转轮射网那个尊贵高慢的感受 尊贵高慢的思想 那么转轮射网的业力释放完以后啊 善业用尽以后这个罪业就要出来了 这个罪业的力量就变成一只蚂蚁 我们是一个卑贱的蚂蚁 这个时候你的思想感受就不同 你认为你是一个卑贱的蚂蚁 你的生命只有一件事要做 就是搬东西 从东边搬到西边 从西边搬到东边 所以你全身的感受 你全身的思想消失了 你用你蚂蚁的思想 蚂蚁的感受来当做自我 所以我们观察这个五蚁的身心呢 它是随顺业力不断的变化 它没有一个成长度不变异的东西 那么这样子呢 透过无常无我的智慧呢 来消灭我们我见的颠倒 那么这个就是呢 透过不尽口无常无我 来常治审查我们的五蚁身心啊 来消灭我们的贪爱环老 跟我见的颠倒啊 使令我们的心念啊 不至于有颠倒措施的情况 那么使者以我法中能得解脱 那么这样子呢 才能够在佛法的这些 我像法像的迷向当中呢 得到真实的解脱了 若不而者既非道人 又会白衣无所谜也 假设我们不能够 如实的来观察身心世界啊 那么这样子呢 内心没有智慧的观察 就既非道人 因为内心没有道 那么但是呢 又会白衣 外表上呢 又是替法染衣 又不是白衣 那么这样子呢 就无所谜也了 就非白衣被道人 这个地方等于是做一个总标 就是说 智慧的来源是要常治审查 那么他的功德呢 就是责无贪扎 再看第二段的别名 史智慧者 则是杜老病死海 尖导船也 亦是无名黑暗大明灯也 一切病者之良药也 法反导树之利福也 事故如等 常以文之修为而知真意 那么这以下呢 我会倒是把这段经文分成四地 四圣地来配 那么真实的智慧呢 第一个呢 是杜老病死海之监牢传业 这个是对于苦地的观察 就是如此的能够知道这个生命的痛苦 那么这个是见过 就是看到这个生老病死的痛苦 这个是依止这个苦生出力性 第二个 都是在黑暗的环境活动 你不可能说你的智慧 观照现前的时候 煩惱业力能够活动 不可能 所以这个煩惱业力啊 他的活动的环境啊 都是掀起颠倒才能够活动 他是无名黑暗 在观察这个极地 第三个呢 观察这个灭地 一切病者之良药也 那么这个病痛的 主要的良药呢 就是涅槃 在生命当中呢 敌苦得乐之道 就是追求涅槃 第三个 法反导术指利福也 这个地方是对道地的观察 就是要断除烦恼 只要靠这个利福 这个利福就是戒定会 当然主要的是智慧 我空法空的智慧 但是这个智慧 要有戒定的帮助了 事故如等常语 当以文识修慧而知真义 佛陀欠免我们啊 我们生命要进步啊 的一个关键点呢 就是要有文识修三种智慧 佛陀佛把这个生命啊 分成十个法界 就是我们的生命啊 有十种的可能性 那么这个死法界的整个关键啊 不是上帝的安排 也不是看你修习什么样的善业 主要是用智慧来判断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啊 我们如果说是要从异界 要转成色界无色界 那你一定要能够观察到异界的果报 是粗糙的 是苦恼的 那么你能够 耗耀禅定的内心的极尽乐 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就是你能够观察到异界的果实 能够观察到禅定的功德 然后你的生命才能够从异界 转成色界无色界 那么如果说你从色界 要再进步到初世间的裂盘 那你要观察 连禅定的这个有所得的心 都是找到的 只有裂盘是究竟的极尽 然后你才能够提神 所以维大师说啊 说是事情但一分 佛法便有一分的 得力 说佛佛去庆一分 生西方便有一分的文档 说是我们佛法是不是得力了 关键点了 我们休息了几年了 他的判定标准呢 就是对你的事情能够看得淡 那么往生西方是不是有文档呢 就是看你对说佛世界的名利 是不是看得淡 所以呢 生命的深层的关键 来自你对智慧的关照 那么这是主要因素了 那么其他只是个助言 所以佛陀在讲完智慧以后 说 事故如人 当以文师修会而至真 就是说 我们生命 如果要产生一个大方向的扭转 乃至一种法界的提升 那么一定要依止文师修的智慧 那么我们的智慧进步一步 那么这个圣会 圣灵才能够进步一步 看第三段的结界 若人有智慧之兆 虽然他没有天眼 也就是说这个人可能只是慧泄托 他没有禅定 没有这个济泄托的功德 那没有禅定 当然就没有神通了 但是呢 虽然没有禅定 他也是一个民间之人 他能够从理论上的推敲 也能够判定一个人的吉凶或不 不一定要靠禅定 靠智慧的这个定性的判断 分析 也可以制造整个生命的真相 这个就是智慧的殊胜处 这个地方的说 前面的精进 不忘念 乃至于禅定 他的心啊 都是在一种有为的事项上活动 这个地方的智慧是按住在真理的 当然这个 以这个 生文法来说 他的真理就是不尽苦无常无我 是种道理 来观察我们的五印身心 在禅宗当中有一个天龙禅师啊 天龙禅师他有一天啊 去餐学的时候 他走到一个山下 走到山下呢 他看到这个山上啊 有这个菜渣啊 从山上流下 他想这个山上一定有修行者 有修行者就值得他去餐学 古人啊 为了法啊 不掩千里 就爬到这个山上去 那么在山上呢 果然在一堆的草丛当中呢 看到一个毛婆婆 那么这个天龙禅师就值邱门啊 来跟他庆议 那这个修行者啊 他不会浪费时间啊 开门见山啊 他就问这个修行者说啊 仍惹得何道理而住此山 就是你内心当中是得到什么道理啊 你敢这样住山啊 靠一笔 我们今天刚刚今天的话就是说 你因何因住 因何相互其心啊 你内心当中是依什么而住 依凭什么来调缝你的烦恼妄想 那么这个禅师 这个修毛谱的禅师说啊 说我这个三年前啊 我来住山的时候 我见一只泥牛 末一大海 直至今日尚会出现 我在住山的时候 我看到一只牛 这个牛是泥牛 前身是泥巴的牛 他沉到大海去 这个大海 到大海以后呢 就没有再出现 我就一直这个道理啊 住山 那么这个禅师说呢 那么忍者你什么时候下山啊 我等这个牛浮出来的时候 就是我下山的时候 那么这个牛 当然指的是凡夫的心啊 有污垢 那么有污垢呢 他沉入到我空法空的大海当中 就是说 我凭什么住山呢 我凭的就是安住在我空法空的真理住山 我这个道理得到了 我这个道理得到了 银河因住 依止我空法空的道理而住 银河降乎其心 也是依止这个道理 调乎其心 那么等到他从空心里面出假的真大悲心的时候 就是他向上的时候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啊 这个智慧啊 他本身呢 就是有这个 泄脱的功德 事者以我保重 能得泄脱 前面的精进 不忘念禅定啊 应该说只是泄脱的助影 真正的泄脱来自于 一种对生命的一个正确的观照 我们这个佛佛的泄脱 就是说 不是有谁在绑住我们 我们不自在啊 完全是自己的颠倒 所以解开这个颠倒 还是靠自己的智慧 就是既从心起 反从心面 我们一个人痛苦 跟别人都没有关系 这谁绑住了我们 就是自己的颠倒 绑住了自己 那么结果呢 你要从这个颠倒当中 痛苦当中 卸脱出来 卸脱出来 还得是靠你自己 启动心中的光明 或者 谁也没办法 我们读这个经文 就是有这个意思 就是 解脱啊 也是靠自己 那么障碍也是靠自己 好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 值得我们去思考 好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好 向下文长 不再来日 回向 下文长 超 Aladdin 感谢观看